好,我們怎麼樣去做局部的亮度調整呢? 對不對?總不能輸小小兵啊 對吧?人家這麼黃 那我們也必須要把自己的皮膚、膚色調回來 怎麼調?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放大 放大 我要的影像 然後接下來呢 我可以針對我的皮膚來去做選擇 所以你看我這邊 也許你可以用那個磁性套索工具 我覺得用這種方式最簡單 而且大家都可以懂 最好是你自己選你自己喔 因為這張照片我沒有給你們 好,接下來呢 我就針對這個選取道的範圍進行語化的修改 比如說修改成20 那你就是把邊邊啊 邊邊亮度的調整拿掉 慢慢語化變成沒有調整 不要讓別人感覺到那個變化是很明顯的 就好像說 就好像說鋪了那個珍珠粉 珍珠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亮度與對比的調整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亮度稍微調整一下 你調亮的過程還要再加對比喔 對比,這樣子那個膚色才會比較 比較雲測 不會說就是真的變得很白 這樣,我覺得我比較不喜歡那種感覺 就是說對比還要 一定是要增加的 然後亮度這邊增加 好,然後確定 然後再接下來我們縮小 縮小來去看 這樣子的話 我們人的臉是不是就變比較清楚了 對不對 好,這種方式可以局部來去做調整 你必須要學會這一招